請坐 請坐 各位學員 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心情很好 因為水要回來了 水要回來了 等一下三點半一定要吸收 我要來一開始 要來說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這兩天 有一個社會的新聞 有一個綽號 叫做白人 的黑道 說回來有嗎 他回來 拿一本書 上面聲說 兩岸統一 還有一個 一國兩制 有嗎 有什麼 你們在這裡上課沒有看 但是他拿一本書 你們看不到 你們都向左邊你看 兩岸統一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黑白說 人家不跟你說中國跟台灣 他說台灣跟日本兩岸 兩岸 兩岸統一 兩岸統一 他在贊成我們的論述 你們都向左邊看 建範 你都不中邊 今天如果要我一邊 不然我這邊也看 兩岸是台灣跟美國 一國 那也比較有理 但是不好意思 日本天皇是我們的 我們的做國 所以你往上看 頭前也是兩岸 那不對 一國兩制也對 一個日本天皇 日本現主席是 日本天皇的國民 國民 我們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新民 所以一國兩制 有什麼不對 我看到那個 他講過 真好 但是台灣人看不 讓他心裡 你跟你說 台灣民進政府的 主張是對的 所以你不用煩惱 好 中國人常常用這種 這種 模擬兩可 模擬兩可 意思是說 中國人很會生文字 騎白都死人 你如果紅包送 就沒事 不然你會去看四行 要怎麼跟你 騎白都死人 什麼叫騎白都死人 持馬商人 持就是一個妹 一個爺爺 騎白都死人 叫做持馬商人 對不對 你紅包送給自己 中國人就這樣好 紅包給你收 持馬商人 改做馬持商人 馬持是什麼意思 買自己走去撞死人 這樣沒做 這是中國人的文化 中國人的文化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 台灣人很故意 看不見 中國人的聰明 是什麼叫聰明 什麼人會跟騙 騙得越成功的 越聰明 孔明 諸葛亮 你知道嗎 中國人 他說諸葛亮 孔明 是全中國最厲害 最厲害的人 因為他有一個空城劑 你會記得嗎 你藏三國演藝 恐明 在城池裡面 他裡面 端金 不打開 如果不敢進去 裡面一定有埋伏 他的空城劑 再來 他用什麼 草船借鑑 借鑑 有嗎 曹操 他舊冬風 有嗎 鑽裡面都放草人 曹操他們那邊的部隊 就得到三隻 這樣一夜 這樣他撿到十萬隻的錢 他說很聰明 那是中國人的聰明 但是西方人的聰明 什麼叫聰明 他是牛頓 發展萬有引力 艾迪森 發展 電會 發明很多東西 東方人 跟西方人的 所謂的聰明的定義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看 東方人跟西方人 他不會說 很難融合 當中方人 唯一 打去 美國的 他的領土 打去美國領土 像什麼人 打日本帝國 當然 這個帝國這兩年 你有怎麼聽到 外交外交 因為六十八年的宣佈 跟日本竊戰台灣 你們很快聽到這個帝國 看來帝國不像風帝 專制 其實那個時代過了 大英國寫 英國女王 當然 有很多人 也不能 不介意女王做他們的頭 日本也是一樣的 日本第二次世界財政 以後有很多國民 對日本天皇 沒什麼禮貌 他說日本天皇 你發動建政 像我日本 帶你 戰敗的 痛苦的深淵來的 所以日本人有一個言論 我們去日本天皇要做什麼 我們就交稅金 跟他去 但是你都不會忘記 你日本這個國家的建立 日本這個國家的成立 是因為有日本天皇 如果沒有日本天皇 老老早早 日本這個地方 也會四分五裂 所以日本的歷史 可以跟大家說 日本一開始 就是有天皇的制度 我們台灣 譬如說 我們也要經過 我們經過什麼時候 我們經過清條的時候 清條是從台灣 動作一個拓殖地 他在西海岸 上面有六個屯肯區 這個六個屯肯區 但是東邊的高山族的土地 跟他掛牛的日本天皇的時候 還不是清條的土地 但清條在那個時候 因為拓殖地 所以他可以掛牛 掛牛以後 這個土地 也是變成日本天皇 這是台灣的歷史 是由這樣演變來的 但是 中國人 他給我們的教育 給我們的副本 在社會 都不一樣 所以你來這裡上課 很好 你就馬上可以來了解 我們既然是建書 我們哪有說法 沒有光復節 所以他們現在也很少在說 所謂的光復節 你如果看這個土 在1683年的時候 這個土就是清條 那個時候的土 如果看土土 你看一個法國人 所謂的土土 要更清楚 我們在這個上課的時候 有說到這個法律的部分 這個部分 你要知道 我們就是說 我們走去台灣 要走這條路 就是要走法律的路 台灣已經走不出其他路了 你知道嗎 68年來 台灣人受盡辦法 一直走出 但都走不出 因為走不出 最好是國民黨 他的教育 跟你說你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對著一個美國人 你跟他說你是英國人 也是美國人 這樣會通 邏輯上會通 絕對不會通 是怎樣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你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1895年 馬關條約 已經將台灣這個土地 完全割讓給日本天皇 他不說 中國從那時候開始 對台灣這個土地 已經沒有辦法 公三公事都沒有辦法 他已經沒有辦法 對台灣這個土地的監督 來做出割定 不是你的土地 就像譬如說這間房 你有這間房 你這間房 你的阿公 賣給別人 搞掛了 換你的時候 你還可以說 不準勝 這間房 這間房 是我們阿公的 你當時用拔掉的方式 把我們阿公贏這間房 這樣不準勝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 現在這間 習近平去跟歐巴馬 記名 歐巴馬 就是跟他說這個話 他說你中國人要崛起 你要按照國際法 2001年的時候 10月30 其實西拉瑞 就已經跟中國的領土人 那時候他的總理 文家寶 在海南島的時候 其實他必須問他 問文家寶 說 你見面就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的根據在哪裡 他說根據歷史的因緣 歷史的關係 西拉瑞 西拉瑞就跟他說 不對 如果 你要根據歷史的因緣 你這個中國 應該屬上的 蒙古共和國的 文家寶 通在中國 萬聖 對不對 你要行人 那不是 所以 他跟他說 如果要解決台灣 這個問題 要用什麼 用國際法 現在全世界這些領土裡面 唯一 還沒解決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來 看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那時候 很用 在世界上來都很用 這很用 這很用 68年以前 就是大日本帝國 它的土地 就是紅的部分 北方四島 你有看到北方四島 現在是蘇聯跟他占 蘇聯跟占北方四島的時候 各位 我希望你們可以看網路 在我們的網路上 我在93篇 93篇 現在是大概88篇 93篇 我有說千島群島 這個千島群島整個的演變 我有說得很清楚 蘇聯在建政的時候 你知道 美國的原主堂是 一直四五年的八月 齊六到八月齊九 在長崎跟廣島 錄下 蘇聯當時選前 八月齊八選前 第一顆原主堂不下 他來選前 所以這個國家實在是很消費賤 我們贏的就對了 所以 馬上派兵 來占北方四島 其實這個北方四島 在歷史上 我有說得很清楚 什麼時候 日本大日本大國和蘇聯 有簽規約 那些規約我都很清楚 可以證明說這四個土地 其實是日本的 所以安倍晉三 他有兩次跟普丁說 他說要討這個北方四島 但這兩次去討的時候 普丁總統就是蘇聯的總統 蘇聯的總統都跟他說 第一次跟他說的時候 他怎麼說 你應該回去念念書 一個總理去香港要回去討書 實在說很減少 他聽不懂 安倍聽不懂 他說奇怪 為什麼叫我回去討書 現在最近我第二次記名 他又是跟他說你要回去念念書 各位 他要念什麼書 討書 因為他本政府跟蘇聯說 你北方四島應該要反給我 他叫我回去念念書 因為日本政府 是以前的大日本帝國 是不是 不是 那四六島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那四六島是日本天皇的 你日本政府是憲法改過 另外除了大日本帝國 以外 產生的另外一個日本政府 就是法律上來說法人不同 所以日本政府現在去討 他會說什麼 不對啊 你如果要討應該是什麼 日本天皇來討 日本天皇現在在古今三好平台第一條的米 你去給他拿出來 suspen 就是懸吊出來 日本天皇就不能討 那是不是英文不用討 是不是 當然不是啊 要有多少人可以替他講話 什麼人 台灣民進會可以替日本公話 替日本天皇公話 替日本天皇公話 用國際法替他討 你說他要討還是不用討 他絕對要討 因為這樣而已 不能移鑽出款嘛 對不對 你們都點點 巴風士道 我們來控制管理什麼 在我們的手頭 當然啦 我現在已經跟安倍說過了 已經知道了 現在換他 會覺得我沒有面子 還啦 再去拜託台灣 民進會來討 沒辦法法律就是這樣 好 巴風士道 所以 所以蘇聯也很精巧 蘇聯喔 跟日本提議喔 差不多半年前提議喔 說 這樣這樣這樣 我承認你兩顆 那兩顆我老了 這樣好不好 我馬上跟日本政府說 不可以 要承認要四顆都承認 不可以承認兩顆 那時候日本承認 因為中國就去承認 中國也一樣 因為蘇聯那時候 在差不多兩三年前 派兩個記者來跟我記憶 我跟他講這條 他怕一條耶 他說 國際法 我們蘇聯跟賣生人 我沒有要生人 也不行 所以他們回去 邀請我去 旗票 什麼都要跟他交代去 還做蘇聯的震爆 眼睛就震了 我說 我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我沒有負責 我不會回去 本來他叫的 也跟他拜託要去 他們回去後 做兩個事情 第一件事 跟中國說 我那個蝦子島 蝦子島在北平 跟蘇聯交界的所在 有一個蝦子島 那個蝦子島 那個倒車比台灣更大 他主動去跟中國說 跟那個人是江澤民 跟江澤民說什麼 這樣子 我還你一半好不好 江澤民很高興 他說很好 討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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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英雄 其實他是賣國責 行一般怎麼可以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一定要行 無關你減六個 一百年兩百年 照常要行 要去他簽約 然後 蘇聯白白得到一半 所以這邊他騙日本的時候 我跟日本董 我說不要 絕對不要 蘇聯他要做過的動作 對 四個島裡面 有1萬6千的日本人 他用準統統來載 載到日本 在國際上四個島變成什麼 無人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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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先檢查 就是先選擇 在國際上就變成他的 這是國際法裡面的規定 但是看到我們 我們很多時候說 漸漸法這圖 會輪遜以後 反理輪遜以後 他知道說他拿不下去 吞不下去 所以他說一半 安倍 不要用這部 去跟普通討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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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念書 我已經替你念好了 來找我們就好了 所以 今年八月十二到十六 我們要去日本 為什麼八月十六 因為八月十五 建國神社以及很濃重 建國神社的秋季祭祀大典 我們這次 我們也是要派差不多三十二的医生的人 跟日本的內地 同時來祭拜建國神社 為什麼我們要去祭拜建國神社 因為我們是日本人 為什麼我們是日本人 建國神社裡面 有三萬九千一百名的台灣英靈的身為 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去祭拜建國神社 因為可以表現說第一 我們是日本人 因為當時在1945年四月初一 日本天皇宣佈 民地憲法的教書 已經有公佈了 在國際上裡面 就是依照萬國公法 讓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日本天皇 它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變成日本政府的territory 所以我們的十九年總督安藤立志 他不是日本天皇一個人民 是他的首相人民 照道理來說 安藤立志應該就是知識 但是因為那時候在建政 所以他把它變成 第十方面軍的司令 司令官就對了 所以我們是本地國 所有的官司都有按照規定去做 我們現在台灣民進府一樣 一定要按照國際法 我們如果按照國際法 一步一步走下去 我跟你說 我們一定會成功 這樣好不好 所以剛才我們的國際委員會有開 我們後來還有一個政治局的委員會 現在再來就是事務局委員會 後來我們有三個會 這三個會就要來決定 我們台灣民進府 以後要所去所從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政黨 我們是政府 我再說一次 所以在洲各位 我們是政府 我一定要再三強調 因為美國也是再三強調 有時候我會不會記得 怎麼說呢 有時候你跟他講的時候 說說說說說 我膽子裡面都想說 我們是政黨的 對 他說你要記得 永遠記住 你們是政府 政府要有政府的方式 跟政府的作為 不能亂來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和各位共同勉力 記得 我們是政府 對不對 我們 政府要有政府的作為 我再說一次 政府要有政府的作為 我們大家 是叫做革命先行者 我們不是革命先例 我沒有要叫你們做革命先例 革命先例 革命先例就應死了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是誰 先走的人 先走的人 這裡有好處 對不對 來 躺兩拍革命先行者 我們是革命先行者 再一次 我 這樣會不會忘記嗎 都會忘記了 對不對 我們是革命先行者 現在革命有夠簡單 用一支筆來改革 不用拿刀 不用拿刀 不用去市委 不用走路 不然過去都什麼 走路走到要死 也叫車撞死也有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忘記了 我們是用法律 法律是非常厲害 和美國人都要聽 美國人他也不敢違背 因為美國是一個 很重時法律的國家 好家在是美國把我們建議 如果阿強跟我們建議 那就麻煩了 我告訴你 還好好家在 所以 現在阿強 他的寫了習近平去 美國 跟他說得很清楚 美國 在這個 六月 十一日的時候 他出來討論習近平 他說什麼 習近平是一個 非常有果斷能力的領導人 你跟阿強 因為習近平有跟他說 我會按照國際法 來做他的中國 他要有事情的處理 所以這個 現在開始這半年 現在開始的半年 到年底 還是今年的年齊 中國一定放很多消息給我們台灣 但是我跟你說 那些消息 雖然是放 表面最好 台灣都吃不到 一定吃不到 怎麼說 中國是散到要給幾顆了 他要給你什麼好的東西 都是假的 中國人 真的都是假的 所以你一點都不要去相信 國民黨當時被共產黨騙到離離落 才會渡望來台灣 你現在 當然 他兩邊在簽 你要記得 中國國民黨 是沒有資格代表台灣 中華民國也沒有資格代表台灣 所以他在簽ECFA 我也是用什麼名字 用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簽ECFA 2011年的6月29號 簽以後 我們台灣的民體都很煩惱 我很開心 我非常好 為什麼非常好 我們都看不到 那是標誌什麼意思 國共已經和談 國共和談以後 是不是國民黨可以回家 過去 他沒有要回家 中國的原因是說 我如果回家 共產黨會給我抬 你好解的要抬什麼 所以 他們可以回家 所以美國馬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說 現在台灣民政務執政 你中華民國要回家 你想中國會讓你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四處走 毛澤東有說幾句話 在台灣那些人 中國國民黨那些人都是壞分子 破壞分子 他有可能讓你 中國國民黨那些人 在全中國四處走 怎麼四處給他點會 所以 他們兩個功夫 要在平坦的地方 平坦要化一個特區 你如果為台灣 台灣 我們台灣民政務 後來 你這些中華民國這些人 一定要離開 當然 他如果要選擇留下來 他要注意 因為 他都要選擇 但是你的選擇 以前如果破了台灣 台灣的利益的人 我們會把他拒絕 拒絕他他回去 現在回去 要去哪裡 中國不會給他 不會走 中國都把他關在哪裡 關在平坦 這個事情 我那時候 兩千空十一年的時候 我就選擇了 就是平坦這個地方 平坦 平坦 這個本來是很荒涼 現在國民黨在那裡 投資很多 現在聽說 已經蓋得很漂亮 所以 你可以知道 是怎麼 中華民國 現在開始要離開 我上一次就有跟各位說 中華民國開始要打包 但是沒什麼人知道 他要打包的現象在哪裡 我說給你聽 你也可以記起來 你如果說不聽 第一點 中華民國的三軍司令部 三軍司令部出銷 三軍司令部出銷 在標誌什麼 沒有三軍 沒有三軍 請問你還是國家嗎 他自己已經選擇 他不是國家 因為不是國家 所以他的憲兵司令部取銷 憲兵沒起來 所有國家 如果軍隊有軍隊的時候 一定有憲兵 管那些憲兵 對不對 管那些憲兵 憲兵出銷 連勤總部出銷 連勤總部出銷 連勤總部出銷的意思是 就是連勤 沒有在為打仗做任何準備 一個國家 如果部隊沒有去 結束去了 請問還是個國家嗎 因為中華民國本來就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一個嫁的東西 嫁的東西用教育強加在我們台灣人的身上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民進黨 民進黨的當中的第一條說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些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就沒有中華民國 你名字叫中華民國 所以到六月了 我相信不用多久了 到那年 中華民國 那些是 中國國民黨 絕對說 中華民國 給你啦 給你啦 民進黨沒有一個東西 都沒有 沒有東西 叫做中華民國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那些現象 中華民國開始 他開始 這個國民黨開始脫殼了 都把它放掉 讓你去摸 你民進黨叫你摸 所以 我可以跟你說 民進黨 我估計 他們也會開始想方法 民進黨 當時 這個做消滅前 代表民進黨 不要去跟美國說 他說什麼 如果你美軍進到台灣 我們也會成立台灣民政府 這有戰爭 其實 國民黨 比民進黨 以前 就是在幾年 九年 九年的相識 台灣民政府 在國民黨的旗子 已經有了 你知道嗎 知道嗎 都不知道 那張圖 我可以照樣 待會議長 可能我來講到那張圖 那個中華民國 那張圖 那張圖 國民黨的所謂的台灣民政府 上面是紅的 顏色是青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那張圖嗎 那張圖有成了 中華民國國 國旗嗎 有 有 根本就不是 那張圖就是 他跟美國說 我們也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張圖 這不是家園 這是他總統府裡面的協議 那張圖 那張圖 你有沒有看到嗎 有 有 我們在這裡說話 每一句話 每一句話 都中有根據 每一句話 蛤 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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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如果有機會 你給我們看 我告訴你 美國跟他講 美國跟民進黨跟國民黨講 我們不需要台灣民政府 我們已經有台灣民政府了 台灣民政府在美國 老早就有辦公室成立在那裡 那就是爛了 你開心嗎 所以 很多人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伊拉克當時 美軍跟英國的軍隊在這裡 伊拉克當時成立十幾個 伊拉克民政府 美國 在日本的時候美國說 我要挑對一個 很簡單 美國怎麼挑 他將 在華春天DC的伊拉克民政府的辦公室 他美國可以設一個辦公室 然後將那個人調到伊拉克 跟他講 伊拉克民政府 我就交給你 你去運動 四個月 其他的十幾個伊拉克民政府 美國的軍隊 都總共 把他們取締 都總共消滅 像這個四個月 做這個伊拉克民政府 然後 美國替伊拉克民政府 在聯合國設一個圍 要去成立 這樣伊拉克政府 才會跟美國一樣 這就是建政 建政就是說 你這個政府 我講的 給他反對 我就是 幫你打敗 幫你換一個政府 現在的國際法就是這樣 不是以前說 打敗 土地變成外 那叫做併吞 所以台灣 這個土地 就是你 中國有一天來打台灣 讓你打贏 你要把他拿去 不可能 因為那個叫做併吞 絕對不會成立 這很簡單 法例就是這樣 所以 你看看 國民黨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民進黨也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其他人 我們在這裡收分兩年半 學了兩年半 也有人要出他 也要成立台灣政府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人在說 學歷要幾年 三年四個月 對不對 你 四個月有六個月 沒有四個月就可以嗎 六個月 三年六個月 四個月 四個月 我可以 我跟你說 兩年半到三年四個月 還差 差很久 還沒出三個 但是三年我們流到 我們台灣民政府流到 這條政權 對不對 對 對 我常說 好啦 你成立 你現在外面也有台灣民政府 也有福福摩莎民政府 問題在哪裡 問題說 要怎麼走 拜託 這個論述 由頭到尾 那個新台灣論 由頭到尾 每一日 都是我 任志生所下的 那有那麼簡單 說 你台灣民政府 還是你創的這些論述 你親親猜猜猜 就有辦法來寫 你知道嗎 各位要怎麼走 你怎麼知道 像說日本要怎麼走 日本 你知道嗎 日本就是 有代表日本的人 有三種 一種就是日本天皇 日本政府 還有一種叫做日本人民 因為日本政府 在第二條裡面 已經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第一條的美 日本天皇已經 可以管理 叫做suspend 叫懸吊出來 存一個人 還沒決定 就是什麼 日本人民 所以美國說 你台灣民政府 要跟日本人民多多聯絡 這是怎麼 我們要去日本的原因 我們要開始跟日本建立 這個叫原來的原因 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要做 不是說青青菜菜 做出的黑白布 不好 現在 台灣有的人 在這裡受訓 他說這簡單 我們也要創作 人家創作 大日本人民什麼 救援什麼 大日本 大國裡面沒有人民 大日本大國有什麼東西 臣民 在日本大國裡面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都是日本天皇的 新民 你如果說人民 就不對 現在現實是 日本天皇 跟日本政府 裡面的人叫什麼 日本國民 國民 那沒怎麼說 在法理上 新民是新民 國民是國民 沒有那個人民 如果其他的國家 換一個國家 他就可以說人民 中國要稱呼日本 這些人叫日本人民 可以 但是 你說到日本 大日本 地國的時候 就要用臣民 或者是國民 國民就是日本 臣民就是我們 很清楚 一點點 都不可以去模模糊糊 迷迷糊 黑白色 這樣都會死 所以今天 我們今天在上課 你就要知道 到底 我們台灣要怎麼走 你再說 今天 這個法理上 我很簡單的說一遍 一般 1895年的4月17號 馬管教育 日本天空接到 日本大政的風地 他所完全割讓的台灣澎湖 5月17日 6月2日辦九月 5月17日生效 就是馬關條約 日本人叫做下關條約 他5月17日生效 6月17日辦意糕 意糕的時候 在基隆河海的橫濱湾 裡面的李鋒中 第二的候選 叫李青芳 他代表中國 清條 這個日本派第一任的總統 華山之際 在那辦意糕 意糕三天 他就要點 所有台灣旁邊有三十六個島 每一個島 他都會算 每一個島都會有意糕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 釣魚台 釣魚台到底什麼人的 為什麼在馬關條約裡面 沒有寫 其實馬關條不是沒有寫 它有寫 來 你來馬關條 你看出來 馬關條你看看 你看 第二條 台灣全島 台灣各地島 集所有附屬各島嶼 什麼叫附屬 什麼是附屬的島嶼 島嶼 就是說 你表面上看這條島 但這條島的土屬 在海裡面 概念島的島 隆重過日本 原來 在1895年4月17號 要簽馬關條的一月份 日本天皇跟山佈 這個群島 是日本人發現的 是我們的 但是二月份 清條 發表 反對 他說 我們這條 清條 中國人 老老早早 就有派人去 尖閣群島 上面 在釣魚 作業 所以 跟四月十七 麻煩條 簽了孫 有這條 這條 日本就是 釣魚台 要把它放在裡面嗎 另外 日本 中國 他說 他們那些特國制法 他說 不用放下去 因為我們已經 他選佈了 我們這個國家 還要強 所以我們不用 整個群島 把它放在條約裡面 所以今天 中國 有機會 你把火 就是火這點 他說以前 我們土地 但是日本 我按照國際法 沒有爭議的餘地 這塊土地 釣魚台 就是我的 日本天皇 這個釣魚台 以後 沒錯 因為釣魚台 離台灣的基隆 很近 尤其 宜蘭 宜蘭的頭城 在這個編制上面 他將這個釣魚台 編制在宜蘭裡面 但是 雖然是編制在宜蘭裡面 我們宜蘭的人去抓魚 都在釣魚台的旁邊 所以 在18 18 差不多三幾年的時候 有一次 宜蘭的人 釣魚在那裡 發生糾紛 這個發生糾紛 之後 他去日本 跟日本的法年 拿去 日本的法年 裁定 他說 這個 尖閣群島 捕魚的糾紛 這是屬於台灣的 台北洲的 的東西 撥回 台北洲 來心拍 但是他撥回台北洲 來心拍 不是標示 釣魚台 尖閣群島 是像我們台灣的 但是行政管轄區 是在台灣 當然 因為現在 陳主席的 中華民國 他一直 也很少 但是所以 李政委 他才會說 李政委說 釣魚台 台灣人 有捕魚拳 是沒錯 因為 如果照日本 中國 的規定 台灣的人 可以 在尖閣群島 捕魚 你知道他捕什麼魚嗎 你們可能不知道 那裡主要在捕什麼魚 麻糬 鰻魚 你知道嗎 麻糬 那裡有很多麻糬 都在那裡捕麻糬 所以 這個尖閣群島 你看看 你就知道 歷史上 法理上 也好 屬什麼 釣魚台 法理上 是屬台灣管轄 但是台灣是誰 日本天皇 所以釣魚台是誰 日本天皇 所以有一次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約我吃飯 兩次 他就跟你說 他喝醉 你有研究法理 我問你 釣魚台才是誰 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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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台是 熟台灣 但是台灣是 日本天皇 你說的是誰 所以 所以 麻糬 研究 路 要去打破 他不太敢 超過 我所說的 太多 他不敢 驚說 是 他中華民國 他只說 中華民國有管理 抓抓魚 所以 日本 特別說 他現在也同意 讓我們台灣人 可以從那個地方來抓魚 後來 台灣民進府 回復到國際 國際法律地位 正常 那時候 我們跟日本 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台灣是一個四季分明 生產的農作物 可以說 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日本的 日本的 多數 它的工業很好 我們 可以交換 交換的時候 當然 農產品 比較重要 是不是 你如果 建政的沒飯好吃 一碗飯 要幫你換 一家電腦 可以嗎 當然可以 沒飯好吃 要換電腦 你沒飯好吃的時候 我一家 一碗飯 要幫你換一家 汽車 你來換我 你要吃什麼 還是一碗飯 我告訴你 這間房子給我 他就要給我 那時候 這走空襲 日本時代走空襲 的時候 你不知道會記得 那時候 剛才 那時候 鑽車都鑽車 走鑽車 鑽車有了 鑽車有了 鑽車有很多鑽 都放到嘴鑽車有了 那時候你說 好 我 發這間房子給你 你那隻鑽 那隻鑽 來給我 那不是 一隻鑽 換一隻鑽 一隻鑽 你有看嗎 這裡都有證明 你有聽嗎 蔡博王 蔡博王 還會鑽一樣 所以你看 你看 所以我們台灣 現在就要看我們台灣的領土人 我們台灣的領土人 都要有很好的頭腦 來創造 讓他們沒米 那米就很貴 不是這樣 所以台灣是一個波動 現在來創造 台灣人頭腦都這麼好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不能移民 是誰 先讓台灣的法理地位 讓政相反以後 我們台灣的完全不一樣 例如 我們要求美國 你一次 你鑽金山和平條 二十三條 你說你鑽你 你如果沒看到你 所以過期 他們都穿便宜 我們現在要求 你要給我穿這個 你如果沒有穿這個 我會給你掛出 掛出是假的 來 你來鑽 他來鑽你鑽 為兵什麼人騎 美國騎 不是 如果要叫我們做兵 我們就怎麼說 不好意思 我給你掛領 我不用做兵 你和我中間是敵人 其實美國國務院 將我們當作敵人 你知道嗎 現在對我們比較好意思 是美國的國防部 國防部是很艱難 但是國務院 這個沒有在艱難 因為 在國務院 他們的眼睛 我們是 正在台灣 政治上的台灣 但是國防部裡面 他的眼睛 看到我們是什麼 是法律的台灣 什麼叫法律台灣 什麼叫政治台灣 是不一樣 政治台灣就是什麼 進台黑白講 政治上 如果說得通 就要尊勝 所以 政治台灣 跟法律台灣 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時生活在台灣 這個土地 都是政治台灣 什麼人都在黑白講 和你們已經在家裡 也在黑白講 你想想 你過去 在你們家裡 你的朋友 你所說的台灣 是什麼台灣 你絕對不知道 你是日本台灣人 不是 因為過去 你所受的教育 是說 日本切戰台灣 切戰 這個切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 對嗎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 老爸可以 風風光光 不是 今天 日本 來對台灣 日本人 因為戰爭失敗 他也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中華民國 我剛才你說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他記得 如果 隔壁說 隔壁說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我比論一下 王英慶 是不是已經過世了 是不是 你不知道王英慶 過世了嗎 我 真正 蔣經國已經死掉了 對不對 知道了 舉手 蔣經國死掉了 你都知道 你將你的兒子 跟任命為 賀名 跟賀名 叫做蔣經國 可以嗎 當然你如果選手 你如果選手 你跟我說 我孝先生叫做蔣經國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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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嘛 對不對 好 你讓人家說 蔣經國還沒有死 可以嗎 可以嗎 當然可以 怎麼可以 你兒子還沒死 蔣經國還沒有死 你兒子叫蔣經國 你不記得嗎 是不是 是不是 對不對 對 對 現在台灣人 現在就現在現胸了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現在 國民黨來給你 賀這個地方 叫做中華民國 你把鄉親說中華民國 還在 中華民國 1949年 騎上去了 1949年 10月1號 無敵東敵 南加山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現在國民黨帶來 又把你創作一個名字 說這個地方叫做中華民國 跟他說中華民國還沒有死 跟現主席 我剛才說的蔣經國沒有死的意思一樣 有什麼兩樣 所以中華民國根本就是假的 你還相信中華民國 所以 蔡英文在去年 在選舉的時候 2005年 2011年 是10月11 在高雄的 六更中心 他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要是說這幾個美國是回家 那時候 蔡英文去美國 美國送他國旗 美國 有兩個人跟他 interview 你知道嗎 要做中華民國總統 美國已經跟你交検 交検 跟你說話 什麼人跟他說話 美國的國安檔位 那個人 媽媽跟我幾個禮拜 紀念 那個人 還有這個國會 國會辦公室的主任 兩個人跟蔡英文見面 蔡英文他說 我紀念那些人很壞 不會 你紀念都不壞 因為我沒法力 你也不能法力 尤其你跟那些人說話 你沒有用法力 我跟他很壞 你一個人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就說哪裡獨立 你台灣是我管的 這個一樣 我說 集結國已經死了 你的候選 你認命為蔡英國 你說蔡英國沒有死 就跟中華民國已經聰明了 國民黨來跟你說 有一個東西叫做中華民國 你就相信 我有時候 每次都在想 來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我想很多 台灣人也很難叫 都聽不懂 我用那個雷 你不知道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最好你女兒 你跟他合作王永慶 王永慶還沒有死 一樣 中華民國還沒死 對不對 我們2010年 七月找死 美國 國務院 搖車 叫我們在華盛頓DC 設一個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跟嚇力 搖到 辦公室要錢 在華盛頓DC 很貴的 儲水很貴的 有很多派 都直接嚇到那裡 再來 兩千空十年 九月設備 美國五個單位 跟我們基盤集會 在這間飯店 叫做四季飯店 這間飯店是美國 他的國家的宴會 都是這間飯店在基盤 五個單位來參加 國務院 國防部 CIA 國家安全會議 跟司法部 司法部來參加會議後 送我們兩條道 就是你的島平 那兩條是原本 那兩條道 那兩條道 就是你跟你說 他們說你拿這兩條道 回去讓秘書長 他們就知道得很清楚 我看那兩條道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那兩條道的意思 不是看漂亮的 那是說台灣的地位 你看到沒有 看沒有意思 來 我跟你說 道平那條道的主角是什麼 那兩隻蚵子 是不是 台灣是像那兩隻蚵子 是不是 當然不是 台灣的這個土地主權就是 那條道裡面 住在那個家裡的人 那人在什麼人 日本天王 這皇宮 皇宮 那條叫做二重橋 所以台灣是像日本天王 美國就跟你說 美國他不能跟你說 因為這是 政治問題 他不能跟你說 但是他能跟你暗示 他可以暗示 讓你知道 所以台灣現在 現主席美國 常常在我們暗示 你就要解讀 你如果沒有那個雙性 你都沒有辦法解讀 接下來 再承認這張道 是什麼 那個歐人 歐人 歐巴馬 歐巴馬 你還看有 那個穿那個 那個姻妹 他手持的什麼東西 聖經 我告訴你 我們國外的元首 選世酒精 是聖經在酒精 如果中華民國是誰 中華民國憲法在酒精 所以你想想看 你如果做中華民國總統 是中華民國憲法在選世 你要怎麼承 你絕對承不過 你如果要承 你就會叛亂 所以阿承那時候說 不可能就不可能 你一定會說不可能 你知道嗎 你是中華民國憲法選世 你選世說要準照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你準照中華民國憲法 你要承定 會叫體制內改革 不可能改革 憲法 你如果剛才做歪去 他就幫你辦 什麼人就可以幫你辦 軍隊也可以幫你辦 什麼人都幫你辦 十月天后幫你辦 所以你看 民進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跟你說 他要主張體制內改革 有可能嗎 絕對不可能 那你相信嗎 百分之百 如果說 比較大便 大家團結 選民進黨 不要來那裡 不可能 你選世就是在中華民國憲法來選世 你是要怎麼承 你永遠不可能 將中華民國承定 所以我們聽一條路而已 交換力 美國一敗 中華民國離開 這樣好不好 好 來 中華民國要怎麼離開 有什麼方法自己離開 我們有部隊嗎 沒有 我們有警察嗎 沒有 我們有一個筆 要怎麼中華民國結頌 救美國 對 救美國 要怎麼救 化妮的法官也對 美國說這樣走 就只有跟你說到這樣而已 我告訴你 楊書立有說 楊書立就是以前的AIT 的那個處長 他說什麼 他說中華民國 我們要解決中華民國 只要五分鐘就可以了 有人看不見 五分清是什麼 元主堂嗎 元主堂來 我們可以 但是我們都死了 你如果要死一個就好 是不是 什麼 我告訴你 你要聽什麼 不好意思我不要說 好像非禮兵就好了 非禮兵的馬可氏 東西是怎麼離開的 怎麼離開的 一星期嘛 一樣的 馬可氏先生請上飛機 一樣 楊書立就在說這個嘛 我美國只要 在行鋼路 馬上請上飛機 離開 就結束了 這樣中華民國就結束了 中華民國現在沒有部隊了嘛 我不是跟你說嘛 已經沒有部隊了嘛 沒有部隊啊 警察 沒關係 警察我們就是一個黑熊部隊 我們的民政府的黑熊部隊 就去接管啊 也就離開以後 我們就有四千名 的國際班的學員對不對 開始分排 接管所有比較重要的 人物啊 這樣不是改過來嗎 所以這有簡單嗎 所以我常在說 我們 民政府 要用頭腦 你就要對我們 所以我跟你說 你一定要去台灣民政府的官房 要常去看文字 我們一些年輕人 都有給他們募集 不用擔心 我們沒有部隊 你不用募集 你拿一支筆就好了 一支筆就好了 現在這個世界 怕的是筆 不是怕你穿字 還是什麼筆 那沒效啦 你用筆用穿 最多你最一個人而已 那如果筆 我告訴你 這支筆 是筆 部隊更多用 美國 就怕你 那不是 法律是在美國上的 我是才會在美國法律 幫你要求 所以 要記得 我們都在這個地方 在受訓 所謂的就是法律 但是我要跟你說 這法律很多 很沉 我有跟你說 你一定要 新台灣論 一定要去讀 所有你在外面 剛才任何的問題 我給你保證 你在新台灣裡面 都可以跟你解決 新台灣論 你讀一次也不夠 有的人說 剛才開始我都看到 看到了 看到了 越看越沉 沒關係 如果筆的文章 筆的句子 筆三次 筆三次 筆三次之後 筆起來 過一天兩天 再打開 這樣再筆一次 我跟你說 日本筆 你如果我肚子 筆三次 筆三次 我幫你保證 你比國際法律 更厲害 但是 你如果沒有筆 台灣是日本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已經不是殖民地 我有跟你說 但是 你現在要解釋嗎 因為 古金山河平條 第二條 日本政府放棄 台灣的管轄權 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是放棄什麼東西 放棄 等一下再說 先說大日本帝國 那個土口出來 大日本帝國的土口出來 有人會說 1945年4月1號的教書 包含韓國 韓國是怎麼變成日本天皇的 什麼 他在1905年 韓國 1910年 韓國的奉帝 交給韓國的總理 和日本天皇簽一個 並和條款 不是合併 是並和條款 並和條款 並和條款 裡面說什麼 韓國 它保留租款 保留主權 但是它的管轄權 交給日本天皇 台灣是怎樣 租款和管轄權 都交給日本天皇 再說一次 韓國 保留主權 但是從管轄權交給日本天皇 台灣是 主權 和管轄權 兩個都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 國金山和平 第一條 日本放棄 放棄管轄權 當然 馬上韓國 獨立 建國 很簡單 在台灣 不一樣 在台灣 當時是主權 和管轄權 都交給人 所以交給人 現在日本只放棄管轄權 這樣 日本還有什麼 什麼 主權 這個主權 不是日本政府 是誰 是日本天皇 怎麼簡單 有些傲人 就說 你那副本 如果沒有寫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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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可以幫你寫 對不對 所以負責要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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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個台灣的主權權利 放棄三個東西 write title和claim 你看看 1947年2月10號 意大利條約 意大利條約23條 意大利放棄兩個東西 write 和title 這奇怪 為什麼 意大利 索馬利亞 只放棄兩個 這個兩個是什麼 三個是什麼 有在claim 因為台灣已經變成 日本天皇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它反省管轄 就是claim 在自己裡面 索馬利亞 你看看 它是本來的殖民地 殖民地 落後 這個 這個 它的條約裡面 說這個 意大利 繼續可以關索馬利亞10年 索馬利亞 動立 索馬利亞落後 變成國家 但是它變成國家 很慘 它變成國家 變成什麼國家 海盜的國家 海盜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 索馬利亞 好像沒有人 一樣 它本來是殖民地 義大利的殖民地 它現在 怎麼 變成海盜國家 所以我們台灣 也是一樣的 包括這 日本天皇管得很好 但是 索馬利亞 變成沒有人管 那些國家 沒有人管 沒有人管 它有獨立 是獨立 但是 大家都對它 都沒辦法 索馬利亞 現實是 真的是 真正的海盜國家 台灣 現在魚巡邏 也經常被殺 有 不是像台灣 有 有人說 派軍隊去 沒有 海面那裡 看 你怎麼看 你不能叫它 海洋很小 海洋很大 所以 索馬利亞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海盜國家 說台灣 唯一 義大利條約 和和平條約 你就知道 這兩個 本來台灣 和索馬利亞 本來是殖民地 台灣仍然是殖民地 日本政府 只放棄兩個 就好了 不用放棄第三個 因為有這個 有這個主張 它就變成土地 這是萬國公法裡面的東西 說到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這本社 特別說 是美國總統最害怕的 美國總統 歷來 就是怕萬國公法 因為美國憲法第六條 徵修條文的說得很清楚 美國總統 美國這個國家 要遵守 萬國公法 日本的憲法 也是規定說 要遵守萬國公法 但是萬國公法 很多人在拿去 我們現在是為了台灣的地位 我不得不提起 我在要求美國說 你一定要按照 萬國公法 給我台灣人 應該有的人權 所以 各國也是照這個萬國公法 因此 美國已經知道 萬國公法的威力 我如果說一個例子 那位做 George Washington 就是 喬治華盛頓 是美國的 國府 也是美國總統 有沒有 我跟各位說過 他去把國會做兩本社 沒行 兩百十 兩百十一年後 才行 這兩本社 其中的一本就是 萬國公法 所以可見說 那時候 George Washington 雖然在做總統 回去引導 一定每天在看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幾次 因為那時候 美國開始 擴張他的領土 所以美國擴張他的領土 他也都叫萬國公法 羅伯 他變成五十幾歲時 他的國會已經有說過 就是說 從今以後 他美國不要再增加新的酒 因為這點 所以你看 波多里哥 古巴 關島 跟菲律賓 羅伯爾這四個國家 這四個地方 我給美國以後 美國只有在上面在經營 但是沒有把他併吞 當然 波多里哥 其實我在美國接受的六千年裡面 美國有幾個星期跟我說 他說 這個波多里哥很討厭 他如果不在動力 也不在變成我美國的五十幾歲 到底為什麼 我美國當年都負擔這麼多 不知道要怎麼這麼好 波多里哥的人很聰明 因為 如果去給他占領 那些人 不用繳稅金 去給他占領的人 如果缺錢 美國你要來 沒那麼多 所以 你跟我說的人 國家安全的 跟他說 我們今年這兩年 你一定要叫波多里哥 選一條路 到底是獨立 或者是五十一週 因為 獨立也好 他就不用管了 如果五十幾歲 要繳稅 波多里哥的人也很疲 跟規定 跟規定幾多年 投票都不會過 因為規定說 如果今年沒過 就要休息兩年 休息兩年 休息兩年 又不會過 但是最近有過 九年有過 九年是變成什麼 美國的五十一週 問題在哪裡 你變成五十一週 我就要給他扁嗎 我就要跟國會通過 國會裡面有那條說 不要增加新的粥 所以我說 我有眼睛 睜睜睜看 看你美國國會 你怎麼演 所以我國會 原來不會過 現在不會過 現在他 美國跟 丹媽咖一樣 黏住了 黏住了 要害 害不下 就經常給他錢 所以美國那個人有跟我說 所以我想說 嗯 我說 我現在說 台灣是天皇的娘套 你贊贊 改叫就美國 但是我們現在也要 修法比較疲 怎麼疲 贊贊 我要讓你贊贊 贊比較久 你知道那個夏威夷 會收音 是靠什麼 你知道嗎 夏威夷 觀光很好 對不對 一天都有三四百家 載滿滿的觀光客 所以他的收入 第一名是觀光收入 對不對 對的請舉手 不對的請舉手 由上國學都知道不對 觀光收入只有佔百分之三十 其中的百分之五十是什麼 美國 跟夏威夷組的軍事基地做 那些就是收入 你以為你搭起來沒有 你搭起來在想說 中華民國你用 台灣的基地 不會出英國 他跟你說 我們要愛國 你看到鬼 你愛什麼國 你愛中華民國嗎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那個基地 他用基地 他不符合我們錢 這阿伯不知道 可以跟美國補透 所以我們現在基地 美國來 我都給你贏 但你也幫我保護 所以到那一天 台灣人 靠靠靠靠靠靠 了解台灣的這個土地 的這個性質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說 台灣人就一天還沒法 要獨立 你想想 你不用做兵 你如果獨立要做兵 要去保家衛國 沒有 那不是 你如果說這個土地 你是變成國家 你不用防衛你自己嗎 其實說實在 那時候 我們選佈 獨立是沒有意思 這麼小的國家 人要跟你拍 幾點鐘就結束了 對不對 如果尤其美國 不然我們就是 把美國選前 你再來拍 再給你贏 贏一次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要研究 台灣這個土地 給美國來簽名 這個軍事基地 給他用 我絕對沒有給他用免費 對不對 我跟美國說 你用 夏威夷 你給你付錢 你為什麼用我台灣人 不用付錢 對不對 像我這樣 沒幾個 我告訴你 對不對 好 基地做好 他要付錢 你要做過兵嗎 兩年三年要做兵嗎 做什麼兵 做什麼兵 最一國的兵 最一國的兵 你不要說 中華民國的兵 那不是 那時候說什麼 效忠國家有 我也有 要背你嗎 這麼小 怎麼 要啦 我們不用背 各位 我們去給他佔領 美國去佔伊拉克 怎麼會叫伊拉克的人去做兵 沒有 我們去佔領 我知道 我們現在有 現役的軍人 有幾個 你會覺得很安壇 你現在不去做 你現在不去做 你會叫伊拉克 你現在要做 做為什麼要做 因為 他有一個管理 叫做台灣 authority 他自己拐 但拐也沒辦法 要先去做 後來這裡套 做兩年的 背兩年 做三年的 背三年 這樣好嗎 好 有錢都好 再來 起來 你們太太 拿去套 拿美國套 拿美國套 我說幾步 你怎麼找誰套 找美國套 因為中華民 去代替美國來佔領 署主是誰 美國 你找中華民 要死嗎 所以中華民 去示威抗議 你每次去示威抗議 馬英雄都說 走去鎮腳去擠 每次都這樣 你不敢敢嗎 每一次喔 你說 總統府凱達哥來 走到美市 走幾個小時 大家都走得很爽 其實馬英雄 你去走你的 我們現在要生民 美國來做我們的主公 我們怎麼會很好 我們怎麼會很好 我們這個動心說 他女生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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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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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肯 我先講 一定要肯 不要 我直接說 這都有錄影 有錄影存證 不用反而 如果不肯 有肯定 當然 同時我也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發行賺台幣 一塊一塊 一塊 一塊的幣子 要等於美金 不然我們的賺台幣 對美金走 要找什麼 要找什麼 我告訴你 要找台灣民政府的銀行 我們接一個政權 你現在的觀念 可能還沒想到 我們會接到政權 好 找銀行購 因為中華民國在194年 6月15 他們印新台幣 我們換四萬塊的股台幣 我們現在 這麼久以來 我們現在比較聰明 換我們來印正台幣 他們的新台幣要換 他們要四十萬的新台幣 才能換我們一塊的正台幣 你說好不好 但是這有先決條件 你要有台灣人的新聞證 你如果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我們就不認 我就用你動作 你是中國人 我不要換你 如果要換 就是四十萬換一塊 如果那個高幹高官 國民黨的 那不是只有四十萬換一塊而已 你那些錢 你要幫我先報告 你的錢 從什麼地方來的 所以在座各位 你是台灣人 你有台灣的新聞證 拜託你不能替人換 你如果替人換 你就定義是貪物 要怎樣 槍斃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表情你都贊成 所以 我們這個議長來了 我現在過來的時間 我要交給我們的議長 我給各位預告 這個要做 七月 十九 二十 二一 是我們的十六次 國旗班 歡迎大家 繼續加進我們的法例論 比較高 在國旗班 裡面有說到 中國的國情報告 非常共和國旗 這三天很辛苦 但是 終於度過 我們國旗班 有畢業證書 初旗班 只有送你國旗 國旗班 有畢業證書 那張畢業證書 結業證書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 偶拜公務人員的 任用證書 如果接著政府 公務人員 要考慮 只要我們 頭前四次 因為我們是革命先行者 我們不用考試 那張就是 公務人員的 任用證書 歡迎各位 在十九二十二 三天 可以同樣 來接受 國旗班的分年 謝謝各位 謝謝 請頂 感谢观看